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2日 同心同行 京台两地青年座谈会 在北京举行 近20位在地学习工作的大陆 台湾青年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与会者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会见马英九一行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坚定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 结合在大陆学习 工作经历 畅谈学习体会